哈啊啊啊啊啊啊啊 又在前面了 我拔死你 忍哥我抓到了把你打了 哈哈哈 干嘛啦 你怎么自己下来自己干嘛了 怎么我在大哥你能不能救救我 淫梵子追我 什么现在还有淫梵子啊 是啊 他门在后面追来了 你听说声音没有 哎呦真的是声音越来越近怎么见着 这个年代还有人犯的真的是目无王法 怎么办呢大哥你能不能救救我啊 还要么你先进这里面躲一下 哎这里面好像也躲不住啊 你怎么上去 哎你你进里面这里有个小房间啊 进里面不要出伤了啊 我帮你引开了吗 别跑啊 哎 过来 有没有看到一个女人 胖胖的 这不是有个女人吗 哎哎哎干什么不用动小动小干嘛 将近一点我问你 有没有看到一个女人被绑住的 女人被绑住的啊 那有种算吗 老实说 我女人是吗 对啊 哦是不是穿了一件紫色衣服的 嘴巴被捂住的 而且被这样绑住的 对啊 你们找的 对啊我看到了 你们找的干什么 她是我大嫂啊 她这里啊有问题 出去啊乱咬人 所以啊我们拨不得已啊 把她绑住啊就塞住那个嘴巴 要不然她乱咬人就完了 你有没有看到啊 看到就告诉我们 要不然等下赤住咬人啊 等下谁负起这个责任啊 哦我看到了 她真的是你们大嫂 对啊在哪里啊 她刚刚啊 往前面那个路口走了 而且啊你们要尽快把她抓回去啊 说真的咬到人的话 那就麻烦了是吧 真的 你们有骗我们吧 你放心 我不会骗你的 我是这里的村长 我怎么会骗你们呢 是不是 我跟你说啊 等一下啊 如果我发现你骗了我们啊 我们回来了 把你腿都打断了 你放心 绝对不会骗你的啊 那快点就要走 别跑啊 哎呀 这个两个女人犯子也这么猖狂 还真的是啊 目无王法 哎呦 走远了 我给你出来出来 出来了 大大大 那么远呢 他们已经往下面走了 已经走远了 用我这样 我先帮你把这个绳子先解开啊 谢谢你大哥 幸亏有你啊 哎 怎么 哎 再用力一点 哎呀 哎已经啊 已经解开了 哎 那你赶紧啊 往这边找吧 啊 往这这边走啊 不对 往上上面走 他们往这边走啊 你往上面走啊 那那行吧 谢谢你啊 有机会的话 我一定报答你的救命之安呢 那我就先回先走了 啊 行行 先回去吧 这个门也真的是妙龄少女啊 如果落到这个人伴手上啊 那还得了啊 啊 呀 希望他脚热啊 平安回到家就好了 先搬载回家了 啊 大哥 完了完了 哎呀 怎么怎么又完了完了 我回不去了 怎么回不去 刚刚不是好好的吗 那两个人伴子啊 这村搞到你少猪带兔的 这样子啊 是啊 哎呀 哦 他们肯定是等不到你 就让你等你 等你字头罗网了 那怎么办啊 哎 想不到他们心思这么缜密啊 而且你一个外地人 对我们村也不熟悉 哦 不过我想起来了 啊 我们村啊 还有另外一条路的 另外一条路 我也不会走啊 哦 那跟着这样 到这 我我亲自送你出村 行吧 然后你家离这里远不远啊 有点远 我家广东的 广东的 是啊 哎呦广东真的有点远了 要 要不要这样吧 哇 等一下我亲自送你回到家 行吧 送你到车站那里坐坐 行 谢谢你啊 那我们往这边走 那边有点小路的 来走走走 啊 这里就是我家了 哦 那你家这个环境 地理位置也挺好了 在这里 那我叫阿泽出来先啊 那行 阿泽 阿泽 你谁啊 你找谁啊 美女 难道我家拆迁了吗 还是卖房了呀 怎么是你啊 我找阿泽啊 找阿泽 你找他干嘛呀 老公 老公 谁啊 什么老公啊 老公回来了 哎 你这女人怎么回事啊 他是我老公啊 不是你老公啊 他就是我老公啊 哎 你 你是不是 几年不回来 头脑有问题想老公想疯了 哪里啊 他是你老公 哎哎哎 怎么回事啊 我不认识你啊 你不要乱喊啊 哎哎 那我们回去吧 哎呀老公啊 我离开了三年零八个月回来 你就另举他人了 难道你不爱我了吗 你说了 一辈子只爱我一个人的 那你怎么回事啊 你妈 怎么什么情况啊 你啊啊 都消失了三年多了啊 我都不知道啊 这三年了 你去外面干嘛去啦 老公 这三年了 我被那个人贩子关起来了 你想一下 我为你守身犹豫 守身了三年零八个月啊 哎呦 回来你就 天啊 而且还生个小孩呢 你对不起我嘛 你跟我没有一个 哎哎 不要打我老公啊 你还不是啊 啊 消失了几年了啊 突然间带了一个男的回来啊 还 跟我说守身犹豫 谁知道你在外面干了什么事情 哎 首先我要澄清一下 我是为了救他 刚刚啊 才帮他把从人犯的手上 偷偷回来 我是个村长 亲自送他回来的 是啊 幸福也这个大哥啊 又不是大哥 我又被那天犹豫子关回去啦 哎呀 也不要说那么多了啊 反正呢 三年多 我也没有你的消息 那我啊 也要传宗接待的 我不可能说 在一棵树上吊死啊 我也 还要过我的生活啊 对吧 哈 你也不要怪我啊 你怪啊 你就怪那些人贩子 啊 太恶毒了 要怪啊 就怪你啊 运气不好啊 我消息这几年 你不知道去找我吗 你从来都没有爱过我 这种人啊 对啊 一开始不见了 我发动了全充人啊 啊 整个村的找遍了 后来整个镇节找遍了 都找不到你 啊 也不用多说了 这几年了 你不回来 也当作是自动离婚了 啊 我现在啊 我另外娶了一个 我们孩子也有了 我不可能说跟他离婚了 再跟你啊 你对得起我吗 啊 我二十岁又跟了你 现在我都三十多岁了 你不要我 我怎么办啊 你不要怪我 你当作跟你结婚的时候 跟人家那边你闹翻了 现在就没有回回去 那边也回回去 我去哪里啊 对啊 你看人家那么辛苦 才回来找你 你怎么这么忍心啊 真的是 但是几年时间你都等不了吗 你这种人啊 真的是啊 还说爱我 只是那个嘴巴说说而已 你这种人啊 你以为就几天啊 几年啊 啊 我都不知道你这辈子 还会不会回来呢 你要怪就怪人贩子吧 怪自己啊 命运坎坷了 啊 不用多说了 我跟你讲啊 你这个女人啊 以后不要再来我们家 我们现在一家三口 过得很幸福呢 自动离婚了 行李给你准备好 离婚账也给你办好了 这家男的那是 哎呀你不要再打我老公啊 我跟你讲啊 还有啊 你不要说我绝情啊 这里有几千块啊 以后啊 仅此不犯喝水 老婆我妈回去了 回去了 喂 怎么 怎么办啊 你看 我老公怎么那么很心啊 说离婚就离婚 那 怎么办呢 那这个你拿着 那你打算怎么办 你看 现在 你看事实至此 你看这个家也没有你的落脚地了 你打算以后何去何从呢 那我去流浪吧 哎哎哎哎哎呀 哎呀 你流浪你能去哪里 让我 你看你刚说你跟娘家那边也闹翻了 是吗 对呀 当时我妈就不同意我跟她交往 所以说跟娘家那边也闹翻了 那就是家男啊 真的是 哎呀没想到你哎呀命怎么这么苦呢 真的是的 刚从人贩子的手中投到回来 既然 你的老公 你看 又另举他人了 哎你看 还拿了这个 拿离婚帐 跟 既然 刚才这样吧 你实际上没地方住的话 你要么 先在我家先住着先吧 反正我也是一个人在家也没事的 不好吧 会会打咬到你的生活 那没事没事 反正我一个人我家里面房间啊 还有几间房了 你放心 好吧 到时候你先住下来先 到时候啊 你去外面找到工作了 你再搬出去住 那也可以啊 是不是 那只能这样了 现在也没有地方去 那就去你家吧大哥 那那来走吧 那往这边走吧 那往这边走吧 快点 pues 啊 那加油 一起来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